制作家庭版炒鸡可以用桑黄鸡 肉质小嫩而且很容易炒熟 今天这个炒鸡比较小一点花了20块 老板给剁成小块 回家之后就简单很多 可以用清水清洗干净就可以了 洗干净以后要控干水分 准备的香料 有香叶、八角、花椒、白纸 香料先准备好备用 提前切好的配料 有大葱段、姜片、大蒜 锅中放入食用油 把生姜片放入锅中炒香 再把干的香料放入锅中 也炒出香味 翻炒均匀 火不要太大 很容易炒糊的哦 接下来放入鸡块 翻炒均匀 炒至肉质变色 放入一勺黄豆酱 一勺红烧酱油 翻炒均匀 然后烹入少许料酒 继续翻炒均匀 调味 放入一勺食盐 半勺棉白糖 一丢丢的白胡椒粉 翻炒均匀 接下来倒入开水 最后淋入一勺陈醋 陈醋量不要太多 搅拌均匀 可以盖盖焖10分钟 时间到以后 可以把里面的香料剪出来 再放入葱姜蒜 切一点青椒段放入里面 翻炒均匀 炒至辣椒炖生 再收一下烫汁 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三黄鸡 怎样做 不腥不柴 肉质软嫩入味 如果你感觉还不错的话 可以收藏吃醋 今天就到这儿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